全球大視野頻道開會員囉 邀請全球大視野的忠實觀眾 前進戰略高地 和國際職仇對決的忠實粉絲 正妹看世界的寶寶們 加入全球大視野頻道會員 每月固定小額付款贊助 知識中天 繼續做優質國際新聞和評論 請來到全球大視野頻道 首頁右上方按下加入鍵 讓我們成為全球大視野Family 會員有獨享福利 快來加入喔 那其實以中國來看好了 2021年的時候 解放軍當時喊的口號是 全時待戰 隨時能戰 那到了2022 應該說2022 因為今年2023了 到了2023 今年習近平在新春的時候 元旦的時候演講 他說要振折台獨勢力 以及提出了兩岸一家親 但是我們看 美國剛說到了 包含了像抖音TikTok都要防 還有圍堵晶片 也包含了要求呢 美國國內很多公司呢 你們就是不准用大陸晶片 他們也知道他們會受傷 但是美國還是要這樣做 反過來我們來看一下 台灣是不是太不謹慎了 首先呢我們先來看 這是怎麼樣的一個出包呢 等一下我們請我們帥將軍 來幫我們解釋喔 熊三飛彈 被稱之為航母殺手喔 用來可以這個定位 鎖敵的金尾儀 兩座故障 然後呢原本就送到瑞士去維修 結果居然被送到了 中國山東去維修 那中科院就趕快說 放心啦 這個記憶瓷片已經有拆下來了 那回來呢 我們不會有這個洩漏我們國家機密 但問題來了 你沒洩漏你怎麼知道 人家有沒有裝了什麼東西上去呢 張俊你怎麼看 這個我不是電子的專家 但是你這種重大武器 重要零件的送修 不管運送或者是購買 以前我們買美國的軍品 它有一個聯邦庫號 這個聯邦庫號用 它電腦一掃就可以知道 你經過阿姆斯特丹島 經過洛杉磯 到關島 到台灣 都應該很清楚 既然熊山是我們辛辛苦苦 研發出來的一個 很優秀的一個飛彈產品 你這個維修過程 怎麼能夠讓出這種疲漏 我不管裡面危害有多大 今天它的解釋 我也不是完全相信 也不相信說就這個晶片 就造成整個飛彈的洩密 但問題是說 你做這個 你是一個科技單位 你怎麼不曉得 維護你這些領主線的安全 而且我還想到一個問題 為什麼我們自己研發的 熊山飛彈要送出國去修 這代表台灣沒有維修能力 不是 因為熊山飛彈裡面 並不是完全百分之百國造 我們很多飛彈裡面 東西都是要外購 譬如說以前早期我知道是陀螺儀 陀螺儀那個時候一定要 那個美國也管控的 我跟你講重要的武器零組件 美國的這個 Oppolison 管得很嚴的 那換句話說 我們可以研發出來 這個新武器 拿幾樣東西組起來 但是裡面有些關鍵 零組件不是自己能夠生產 所以這個東西 它會送到瑞士去原廠修 我可以理解 但是熊山如果要量產 才會有作用 你不是說我實驗室做出來 打一發成功 就代表有戰力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尤其現在台灣的防衛 對熊山依賴性蠻高的 因為它的精度也好 射程也遠 那我現在就不知道 我們的國防預算裡面 擺了多少量產的數量 因為打起仗來 不是小孩子辦嘎嘎酒 玩一下兩下 一出手都是幾百枚 幾千枚 幾萬枚 你看看俄國戰爭 俄國坦克車 都被打掉四千多輛 所以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說 你假定是陸軍犯的毛病 還是不責怪 你是中科院 中科院你對這些東西 應該比誰都清楚 這個一定要加以處分 要不然的話 我不知道你的損失多大 你今天口頭上講說沒有關係 我不是電子專家 但是講了一句話 這種紙漏是不該出的 所以其實從這一點 我們就可以反過來 為什麼中國大陸最近 包含有一些零組件 還有很重要的 這些軍工的技術 引擎 中國都要突破那個技術 全部要Made in China 就是因為首先不要被卡脖子 不要被這個德國 如果今天不賣你什麼 美國又不賣你什麼東西 什麼都做不了 但是反過來 我們先來看一下 在台海上 光是元旦 應該說跨年 跨年就有一批 這個殲10殲16戰機呢 闖越了這個海峽中線的北側 然後呢 各位你要先看喔 2023年第一次 不是2023年第一次 應該說是史無前例 破進了桃竹外海 24海里的 林街區空域 這已經非常非常的接近 台灣了 那麼北部領海三支的天工飛彈 愛國者飛彈呢 當日紅點目標警訊大響 然後開始實施備戰 那問題來了 解放軍 現在呢 時不時就跟你再靠近一點點 接下來明年會怎麼樣呢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 解放軍的演練呢 相信每一次的演練 一定是有他們的戰術 他們是有釋放出什麼樣的訊息呢 艦長 假如我們用顏色來形容 戰爭跟和平的話 戰爭就是黑色 和平就是白色 但是有時候 就像現在台灣跟兩岸 我們也沒有打仗 但是很明顯不和平 這個時候就叫做灰色衝突 所有的這些東西侵犯 都是所謂的灰色衝突 那灰色衝突 其實對和平是有貢獻的 怎麼講 如果沒有灰色衝突 那是不是從和平 就直接跳到戰爭去了 所有的灰色衝突 他都很明顯的在告訴你說 我對你非常不滿意 那尤其在最近這幾天 因為一般百姓不會覺得 就跟這一兩年來 一直在侵犯的好像是差不多 其實差非常多 你知道差什麼 現在是風紀 各位有沒有在風紀 坐過飛機到澎湖去過 什麼時候是風紀 11月以後 現在尤其風大 東北金融非常的強 非常強 我曾經坐過一次 風紀的時候飛機到澎湖 這是我這一輩子 感覺距離天堂最近的一次 那個震動的 哇 上下 你覺得那個飛機要散掉了 我那時候 我再也不在風紀的時候 坐飛機去了 那同樣 你別以為空中這個樣子 海上也一樣 海上在那裡走 現在像我們這種船 四千多噸的 航母很大 還OK 我們四千多噸的 要特別挑一個航向 轉彎之前會先廣播 本艦準備轉向 各部位 各住艙 注意安全 全船也聽到這個 一個拔到旁邊 拔緊 然後就開始慢慢轉 那個很厲害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風紀的時候 他還這麼堅毅的派出他的兵 上一次是正好天氣比較好 那天12月26 那天下午還在外面走散步 可以感覺到不是這麼的寒冷 今天也比較冷 你說有看到護國神山的那一次 是 看到印山的那一次 天氣比較好他會比較多 但是即使天氣不好他也派 你就可以知道 他這一次不單在表達他的不滿意 他在表達他非常不滿意 那我就想想看 那12月26日到現在發生了什麼事 一個大概是國防授權法 這是一個 還有一個就是你的兵役 那天不是12月26日 延長服藏兵役嗎 他很清楚的告訴你 我非常非常非常不滿意 你們這些 你們不要再這樣做下去 我會可能 這種天氣會出動這種兵 是非常奇特的現象 可能我們的海軍最近這幾年 都在港裡不開出去 因為風太大 連菜都不能做 你想看晃成那樣子 你油也好 煮什麼都會見出來啊 都會燙傷人的 所以這個時候通常是 非常特殊的狀況 能不動兵 你看演習很少哦 只要進入這種風氣 整個海峽演習就會變少很多 可是6月7月8月9月就很多 一直到北韓那裡都會有很多 但現在幾乎都沒有 可是這個時候他們卻 不斷地來拍出船艦啦 飛機啦 代表他們執行這種抗議的意志力 是非常之強的 我希望政府能夠看懂這一點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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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